人都說憂鬱症是文明病 不知道為什麼 在中國大陸的官場上面 可能是改革開放的壓力太大了 他們得憂鬱症的比例非常的高 這可真是不好說 我們先講一個故事好了 第一個 請大家記得 這個新聞相關事件 沒有任何鼓勵自殺的 這個動機在後面 我們只是單純講一個故事 賈利斌39歲 他年紀其實比我還要輕 但顯然經過大風大浪 看起來年紀頗有一點 他是35家公司的董事 而且他的母公司 是中海發展在香港的分公司 母公司有非常多郵輪 而且狀況很好 也沒有遇到什麼樣子大風大浪 乘船 騎貨問題都沒有 規模全球第一 他來到台灣 特別住進一個五星級飯店 然後還勘場 也就是他進去之後 監視器有看到他在走廊來來回回 走來走去 想說從哪邊跳出去 最後留了九頁遺書之後 一躍而下 當場摔死 我們這樣講 他的九頁遺書裡面其實有講 他說他在加拿大確診 憂鬱症之後完全沒有用藥 所以希望妻子 兒子 可以好好的照顧自己 而且還特別說 希望妻子能夠保住自己的工作 這裡面據說寫得非常多 都跟家庭有關 但沒有提到自己公司有任何的問題 這個人在 因為他在台灣當時都有監視器 是 都有看到 所以確定沒有人推他 沒有 但你仔細想想 有一個奇怪的地方是 你是賈利賓 你今天身家這麼多 你全世界那麼多地方可以去 你為什麼要偏偏在一個 中共全世界唯一一個 沒有司法調查權的地方自殺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很特別 你可以去美國 你可以去香港 你可以去各個地方 他要呼吸新鮮自由的空氣 哪來都有 但唯一我們這樣講 以前不是有講過有一些肥咖 如果你今天是 中共要追稅的對象 你能夠來台灣 沒事 因為追不到 為什麼你可以去 全世界的各個地方 你可以去巴黎島 你可以去澳洲 你可以去紐西蘭 但你選了來台灣 然後在這邊特別找了一個飯店 看場地之後留下酒夜遺書 我們不敢推測到底是什麼原因 但這個中間有所蹊蹺 蹺蹺之餘 講了周建燦 這是浙江金頓風機的董作 今年1月3號酒店墜樓 而且沒有移書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 好 我們只能說就這麼巧 他這個窗戶開 不小心掉下去 海航的故事要特別講 海航大概數百億人民幣以上的資產 沒有問題 但結果他的死亡 王健 王健死亡很奇怪 就他是在一個懸崖前的矮牆 那是一個酒莊或是一個 誰都不可能爬上去的 他就偏偏爬了上去之後 官方理由是說他要拍照 拍照之後就這麼 呼嚨一家伙掉下去 掉到懸崖底下摔死 你想想看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 你今天是這種千金 不是千金的 照金都有 結果你會輕易的跳到矮牆上 就這麼摔死 這可行 可能性真的很低 後來你看連深交所 中小板的總監 深圳交易 對 深圳的交易所 他的中小板 就是中小企業板的總監 這家意外死亡 意外沒跟你講是什麼東西 中石油公司總監 中石油多大 跳河輕聲 所以整個加起來 就是中國的高官 跟這些名氣跟國氣的 董事長跟高官 全部一律被報到有優異症 自殺一律是有優異症 光是在習大大的任內 260個高官死亡 那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我們只能說 郭文貴講的話可以聽聽 他說王劍之死 是因為他掌握了 所有中國常委以上的 這些第二代子女 在海外的帳號 居住地 洗錢的管道 所以他非死不可 否則這個情報 一旦外洩 動搖國本 所以大概有幾個模式 像這樣子的一種 所謂的高階的 對不對 都是優異症 然後被抓到的高官 都有一百個情婦 身體都搞壞了 然後不只身體搞壞 還把人家的身體搞壞 然後頭底身瘡腳底流濃 無惡不作 所以官方抓他 真是天打雷劈 應該應該 所以可能也要有 新的模式出來對不對 有點招式用老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子的一個 你別忘了 還有一個在美國的 是 對不對 高科技人員 他還不是懂做來的 他也 這個所謂自殺了 對不對 所以這次有點恐怖 是怎麼樣 是最近因為中美貿易的 這個大戰造成 或者是說他們內部的權力 還沒有搞定 是這樣子嗎 我們先來問一下 這個高超 對 我覺得現在目前 整個大陸的環境 是非常的糟糕 大家之前有提到 房價都在降 大家就說房子開始吃人 上次也提到 我覺得有幾個 第一個中美貿易大戰 人民幣貶值資產縮水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他的所謂的槓桿 用太大 我們先來看一下 目前房價下跌 造成叫做爆倉 大陸叫爆倉 如果我的本金都沒有了 好 重點城市裡面 幾乎我們剛剛提到 也是降了大概三成 所以開始泡沫化 好 現在一個問題 我們看看台灣現在過去 23家上市櫃營建股 到大陸去投資的 這是一個指標 對台灣的影響 23家裡面 他的資金規模 從279億台幣 降到193億台幣 縮減了86億台幣 以大陸的房地產 200多億是個什麼九牛一毛 90牛之一毛都談不上 不要這樣 但是我們23家上市櫃工資裡面 到大陸虧了15家 好 這裡有列表 對不對 看看國泰建設 國泰建設不容易 國泰建設去南那邊賠了20億 20億 貫德建設 6億 6億 增揚5億 但是匯回來 資金總共做86億 86你看這幾家 就已經是 也就是台灣的上市櫃 就是三分之一 以前是很好賺的 現在是賺不到錢了 對不對 好 當然很多人會離開 是因為最近 習近平下一道命令 叫做下決心 抑制所謂的房價 上漲 所以這次叫做 中美大陣之外 叫做對內部的房價的動員力 過去宏觀調控 到現在為止 400多次 430項 好 等於說大陸現在是風箏合理 過去提到萬科要活下去 對不對 碧桂園也降價了 現在很多的部分就說 房子開始吃人 吃人之後 事實上有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叫做李嘉誠 照樓落跑 幾年前就開始落跑 我們看到盧鼠嘉珍 美人我們看從2013年 從下面開始看 我告訴你 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江湖牢手 不是 他是眼光銳利 對 沒有 你知道嗎 他絕對不貪圖最後一口飯 或者是走的時候還在撈一口 不賭最後一把 他不賺最後一個銅板 這個真的是 這真的不是 這有點違反人性 你懂嗎 不是說死了 死之前還在撈一把 對不對 沒有 好 我們看一下 2013年是什麼年份 2013年大陸 那是大陸的錢 是煙角木 可是那個時候 已經不是江澤民的時代了 對 他就要走 拋售大陸的防守 不要不要 那個時候是習近平上來了嗎 對 要上 差不多 剛上 剛上 已經確定是習近平要上了 OK 所以他多清楚 中國大陸的政治 人質的一個社會 習近平要上台了 各位 等你上台我走 那不是不給你面子嗎 我先走 對 他走的多少 1700億人民幣 賣掉 第一波 賣掉 1700億人民幣 明明還能賺 賣掉 再來 2014年繼續賣 他賣到上海 北京 包括天津的幾個所謂的辦公大樓 2016年賣 這還不達成 2014年 他這個辦公室 賺了97億人民幣 賺了97 不是出售 出售還賺 到2016年他賣掉上海所謂的市集會 這家非常大的一個 也是賺了大概900億台幣 這個都還不算什麼 你知道他把香港這個賣掉 對 香港中華一個賣掉之後 這個時候他總共套現了1600億人民幣 這所謂的賣掉都買不回來的地方他賣掉了 對 對不對 好 另外在拋售北京的部分 一個廣場 這個已經是 這已經是最後的疑點 對不對 真正主力已經都撤光了 每人看一下最後一個總total 他從2013到2018年套現多少 7589億台幣 接近一兆 叫死人 所以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 你要掐住也沒得掐了 都零頭讓你掐也無所謂 對不對 所以到底這個大陸的房市 現在是怎麼樣 大陸的房市已經進入一個 宣告黃金期已經過的狀況 為什麼這麼講 你知道大陸最近有一個蜂巢 什麼蜂巢 建商的改名蜂巢 你想想看一般人改名字 通常都是什麼 改個名 改個人生 改個運 這些地產商 你也看到一樣的狀況 看起來這些地產商也是要怎樣 改個名字 改個運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其實你可以從裡面看到 包括我們講像保利地產 他現在要改叫 保利開發控股有限公司 這個我得幫觀眾唸一下 你要在鏡頭看得出那一行 是什麼字 我真的佩服你 保利發展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OK 把地產兩個字拿掉了 對 然後像我們之前講到 在中國房地產可有名的 恆大地產集團 這個有名了吧 但是恆大地產集團 現在也直接把他名字改叫 中國恆大集團 地產也不見了 另外一個萬達 這也夠有名了吧 他的老闆你看 還是之前曾經是中國的首富 對不對 萬達改成什麼 叫萬達商業 他也一樣不要用地產這個字 另外像萬科 他也是把名字把它改成 把地產的部分 他也都不要了 本來叫讚美生命共族城市 感覺是做地產的對不對 沒有 就簡單萬科 簡單明瞭 但是跟本來想做這樣事情 好像不太一樣 因為過去他們都是做地產 為什麼要這樣子 很簡單 手上的庫存趕快去化完 貸款趕快還一還 公司要轉型去做其他的業務 就是這些房地產商的心聲 為什麼會這樣子 很簡單 因為你想想看 之前曾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講過 很重要的話 尤其在十九大的時候講的 房子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 這句話一講完之後 等於告訴你說 因為要遏制房地產炒作的風氣 所以要幹嘛 中國要對房市去做管控 用我們比較白話說打房 這個打房 之前你看到好多有所謂的限購令 在中國的房市限購令 包括像什麼 他告訴你說 這種商辦 住辦 住辦是可住又可辦 商辦是只能夠辦 不管是商辦還是住辦 他為了限購就說你不要來炒 所以有一些城市就推出規定說 這個只有法人身分可以買 你我這樣的個人不可以買 那有的是怎麼樣 規定說你必須要在這個城市 有社會保險 五年以上你才可以買 他有資格的限定 他有項目的限定對不對 對 有資格的項目 有項目的限定 那這些都是為了要管控房市 過去這樣管 最近你看到 習大大不是才說過說 房子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 所以大家去對房市做管控嗎 那怎麼最近有些城市 看起來悄悄的鬆開了那個規定 哪些城市 你看到包括山東的何哲市 何哲市是怎樣 就是我們說的 他在12月18號的時候宣布什麼 宣布說對於那種商辦住辦 以前限制法人身分的 現在你我這樣的個人也可以買了 所以他取消了限購二手房 轉讓的一些規定對不對 對 然後這個新聞出來 還有其他本來也在限購的 看到想說有人先開第一槍 你開第一槍 然後看起來是OK的 很多城市也說我也要跟進 這何哲的總書記這麼厲害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 但是人家為什麼要跟進 你想也知道 因為受不了 房地產是很多稅的基礎 那他如果沒有了 那對很多地方稅收會有影響 那再來看看哪一個 你看到像在廣州這邊 這裡也一樣 本來他們在這邊也有限制 廣州像珠海一帶也規定說 這邊就是社會保險 你要入籍五年你才可以買 現在我也取消了 不管你有沒有社保 你都可以來買 所以你從這種房市限售令的鬆綁 跟這些地產商在做改名 這件事情 都可以發現什麼事情 中國的房市最黃金那個時間過了 現在看起來是房市庫存很高 等待要去化庫存的時間 接下去要像以前一樣 可以靠房市把你的資產炒一倍 炒兩倍 炒十倍上來 看起來那個黃金歲月應該是過了 已經過去了 所以問一下國華 就是有沒有這個在大陸 這波可能也要回來的 但是錢很難回來 有 我有一個醫生客戶 他在2005年左右 94年左右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家都還不知道 到大陸去投資房地產對不對 他當初醫生 其實他後來變成醫生在台灣當副業 到大陸投資房地產當主業 怎麼說 他一坪方米3600塊 到上海去買房子 各位知道在哪裡 徐匯區 那如今徐匯區一坪方米多少錢 七萬塊人民幣 那把它換成台幣就這樣 當初買一坪不到六萬 現在一坪是105萬 那這個過程他從上海投資 後來投資覺得不錯以後 又到深圳 因為深圳從香港進去很快 所以來回非常之快 所以他深圳也投資 你知道他前前後後才這個 沒有多少的時間 他在大陸深圳跟上海賺的錢 超過一億多 那後來想說發現剛剛我們青黃講的那件事情 大陸限購 限售 再加上限價 還有抽建商的銀根 因為大陸的房市 從一線城市 二線城市 超到三線城市 整個爆發出來以後 被管制了以後 他及早發現 他為什麼 因為上海已經管制 為什麼其他線 二 三線城市還在漲 他覺得這有問題 所以他陸陸續續的 就出清他大陸的不動產 那這些錢想匯回來 碰到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現匯 一個叫肥卡條款 通常是這樣子 你錢存在大陸 他你不知道你怎麼操作 但是當你要廢回來的時候 他就去請你把你的這個銀行的資金的來源 包括你存款的帳號 全部獻出來 那你是不是要將你過去的所有的資金 就漏線出來 甚至我想很少人直接從台灣 把錢匯到大陸去 事實上會經過香港 那你香港的帳戶是不是又出來 所以這裡面會出現非常多的問題 好 結論是什麼 他到目前為止 那一兩億的錢 如今都還沒有匯回來台灣 原因在於他不能匯回來 他也不敢匯回來 所以還停留在大陸 所以這裡是現在一個最大的一個隱憂 好恐怖 OK 好 所以這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台灣的房地產呢 這個沒有受到這個影響吧 台灣房地產最近出現的怪現象 第一個什麼叫做蜂蜜蛋糕屋 我跟你講這個地點沒人 這地點是以前你住的附近很遠的地方 新店好了 你講清楚 什麼叫我住 我不好意思這樣講 你沒有住過這裡 是的 新店文祥路那邊有一個叫做什麼海 我不能講 就是三層獨棟公寓 不是 獨棟別墅 那有個兩個大學生 景文科技兩個大學生 就是兩個合租 就把整棟租下來 這個別墅租下來 不對 晚上 這個水龍頭關的時候 忽然水龍頭自動打開 那張同學跟他同學裡面 在睡覺的時候 有人緊緊看 一直在看他很帥 另外一個部分 在二樓 因為他是整棟 二樓的部分在晚上的時候 飄出了蜂蜜蛋糕味 怎麼可能沒有人 怎麼可能他們也不煮 也不開火 聞來是什麼 金牛角麵包的味道很香 後來這兩個學生覺得不對 有點靈異現象 就問一個法師 法師說你這間不乾淨 後來兩個學生去查 去往這兄仔 兄仔往查 查到是一個什麼 兄仔 原來是哪一個 下面這位帥哥 這位叫做小鄭 這位叫做鄭志明 非常有名的音樂人 他因為跟朋友被朋友詐欺 就在二樓 那個他原來住的地方 二樓怎麼樣 青森穿紅衣紅褲 燒炭自殺 留有遺書 穿紅衣紅褲 也不是說真的就能夠做什麼 而只是表示說 這個死者有怨念 對不對 好 那他這個部分 因為他過去非常有名 他替過孫淑妹 黃以玲 黃飛 江蕙 江蕙做的歌曲都他做了 什麼按照人 水噹噹 什麼都是他 後來這間房子 因為是凶宅 但是兩個學生後來去查 你沒有告知我 原來是凶宅 而且是一個知名的音樂人 要求什麼 他要退押金 房東說 你要提早 你這個是違約 我就要把你押金扣起來 在這個事情 然後在這兩個學生 才把這個凶宅 PO出去網站 原來是一個知名音樂人 過去親身的地方 這是一個怪現象 那另外一個 最後還有一個 最近的一個叫做水泥風濕 這是在新莊一個案子裡面 他就是因為一個 張姓的一個 因為跟他小姑不合 就把小姑殺了 殺了之後 拿了21包水泥 就把他放在 那個殺的地點裡面 就埋在那邊 鋪在那邊 後來這個房子是凶宅 那凶宅當然有人要買 有人想去買 買不費 就打折 打到698萬 以他平均行間 大概23萬到27萬左右 他大概賣到一隻頭 就賣出去了 而且是什麼 秒殺 秒殺 房東講說 我抱歉 這凶宅賣出去 我就覺得不好意思 有跟人家講是凶宅嗎 有 照樣買 因為他區域行間 就沒有問題了 我有告知就好了 但是這個房東怕 就低調 他又把那個售物網撤下來 本房子沒賣 後來去查 確實有人買 敢買21包水泥風濕的凶宅 代表說膽子夠大 另外一個比較特殊性叫 台北市地下豪宅 這應該叫說 4米5的地下陽光屋 最近很流行 最近聽說那個電話接得通 因為他下面是4米5 地下室 那他有陽光屋 那這裡面 就是有陽光可以照得進來 對 一應俱全 那就是應該月租是 兩房兩廳一位 月租是2萬2 可是最近還有一種新的做法 叫做什麼 叫做不是租套房 不是租亞房 是租床位 比如說我現在地下裡面 我可以做三個床位 六個床位 八個床位 然後分床 每一個床 一個月大概6千到1萬3 聽說說出來大概兩個禮拜 知名詢問200通電話 可是問一下維中老師 這種所謂的地下房好嗎 以風水來講 基本上我講話比較客觀一點 高一寸為山 低一寸為水 高為地上為陽 地下為陰 我們今天看的是陽宅 而不是陰宅 所以為什麼地底下不適合人住 它一 陰暗無光 二 潮溼 三 通風不好 通風不好 就俗稱的風水 風水叫做壞風壞水 因為地底下潮溼 皮膚病或臂癌 會造成我們身體很多莫名的病變 長期沒有陽光的照射的人 個性會陰暗 而比較不安全感 所以地底下簡單說 鄰谷塔 賭場 舞廳 包括藏屋納購的地方 都是地底下 很適合 房租便宜 不見陽光 也可以偷機摸口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們要住的話 他剛說的陽光屋 一定是有影光進來 有影光進來的情況下 風水最害怕的就是 鷹煞 櫃煞 行煞 眼睛看得到的整不整齊 可以整理收納 格局好不好可以改 但是地下室的潮溼 跟暗而不明的情況之下 是無法改進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房型都是風水大計 那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 大頭屋 就是原有的房屋 一直往上加蓋 這頭好大 上大下小 其實這不要說是風水 我們光看建築結構來講 都覺得恐怖 對不對 所以不要把你的房子亂蓋 好嗎 尤其他有的是蓋什麼鴿子房 或家蓋圍建 都形成倒塌或以上大下小 會有一個重心的危險度 包袱房聽不懂 就是說我是一個工廠 或是我一個住家 就假設200坪 在中國大陸很多比較沒有 三線城市沒有管的情況下 它會搭鐵皮一直擴建 你會發現它的鐵皮屋 比它的水泥房還要大 兩倍到三倍 不行嗎 那叫做包袱屋 結構上不同 除非你搭出去都是水泥 才形成一體 那才是擴建廠房 但是如果你水泥的就是說 你要扛那些鐵皮屋扛得很累 對 那有的搭在後面 後代子孫不忘 搭左邊男生不聽話 工廠才這邊要200坪 就後面全部是鐵皮屋 如果透光來可以 透光的話 透光可以 密封的不行 暗而無光 形成臉上長流 可是有時候那個廠房 不用蓋到水泥的 它可以獨立 不要連在一起 對 它整個連在一起 對 你不要連在一起 你分個別的話是沒有問題的 OK 好 再來這個是什麼房 懸空房 人家這是古蹟來的 因為像泰國有沒有 它不是四個住子有沒有 下面是河流 那可能他們生活是比較困苦的 那很多的房子 他不喜歡在二樓 下面是地下室 下面是空的 無法接地氣 在這個形狀下 不能腳踏實地情況之下 我覺得對身體健康 財富是一個非常危機的 所以有些人不喜歡買那個二樓 剛好客廳底下就是車道的 對 那個好像很多人是不喜歡買的 沒錯 第一個吵 第二個那個有很多煙味 很吵 開門開車上 影響睡眠 精神就不好 一定不好的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告訴各位 大家都很關心這個2019年 2019年又是台灣的 總統大選的一年 到底在選前的這一年 房地產會有什麼樣的一個變化 有沒有黑天鵝 咱看下去 房地產有黑天鵝嗎 有 當然有 因為我們看到中國的房市不理想 但台灣的房市也看起來同樣的不理想 不但不理想 而且在新的一年 2019年可能會有三隻黑天鵝的襲擊 那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先看一下 台北市的房市交易量 當做一個參考指標的話 台北市在11月的時候 建物買賣移轉動勢是2165棟 那麼這個數字比10月份的時候 少了324棟 年大概是少了差不多13%左右 可是如果你把這個數字 拿來跟過去過去這10年11月份 建物買賣移轉的平均動數 那個數字是3549棟 這個2165棟 活活是少了1384棟 下降的幅度大概是39%左右 所以你如果以數字來看的話 坦白說台北市的房市交易量 是不理想的 因為11月是一個指標 以前講說有錢沒錢 討過老婆怎麼樣 好過以前 對不對 陶老婆 還有要不要換房子也是年前 對不對 他也是一個高峰是不是 通常你理論上在10 11月 你就要買了 為什麼要買 買了過戶完了之後 12月要裝潢 你裝潢好你才有辦法過年前進住 所以11月這個指標 你當做參考來看的話 這是很不理想的 再加上另外一個重磅是 我們的央行利率宣布現在是10年動 什麼叫10年動 就是利率不動 為什麼不動 第一 央行預期明年經濟不理想 第二 現在逢美中貿易大戰 風險也高 所以有房子的人他就撐得住 為什麼 因為利息不漲 對 但在這個地方 美德姐 另外一面是什麼 沒有買房子的預期 你本來壓這麼久 10年不動 在這情況之下 後面你可能就要動了 既然會動的情況之下 利率會變高 以後有房子的人成本會變高 那以後是你賣方要急 我買方幹嘛急 所以他有可能就形成一個什麼 觀望 對 買方觀望 我想說你早晚要升息了 那我先等你 等你成本變高了 你撐不住了 我再來買 對賣方來講 現在還是1.375的 這樣的年利率的狀況 我的持有成本又不高 我為什麼要跟你降價 買方是這種心態 賣方又是這種心態 雙方怎麼成交 所以勢必買賣雙方 可能要再拉鋸一陣子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2019年房市會有三隻的黑天鵝 哪三隻黑天鵝 第一個是什麼 美中貿易戰它的衝擊在發酵 第二個是什麼 我們也要進入總統大選 2019年 2020年的總統 2019年就是選戰的過程 這個選戰的過程 有多少人在這個時間點 會在這個時候觀望 多的是 因為你不知道選舉結果 所以這個時間 很多人就會陷入觀望 那麼第三隻黑天鵝 回歸房市的基本面 來討論一個很務實的供需問題 看到2019年的房市是什麼 我告訴你 它會有所謂的交屋潮湧現 所以在2019年 你的房市的餘屋量 還有房市的使用執照 建築執照 使用執照表示什麼 房子蓋好要開始用了 建造表示什麼 我還準備開始蓋 來看一下這個 新建餘屋量達7.45萬戶 表示供過於什麼 供過於球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現象 它所謂的三高 代表說漁屋創新高 使用執照創新高 建造創新高 三高的情況之下 就告訴你說 它有可能會賣壓承重 在賣壓承重 又遇到美中貿易戰 跟總統大選這種觀望的氣氛之下 那當然對房市來說 這是紮紮實實的黑天鵝 好 問一下 好像高雄跟全台灣的房地產是脫鉤的 高超是這樣嗎 寒流影響最大的地方是高雄 不管是十一 住行育樂 尤其是住 你看大選前後 竟然在寒流過來前後 網路看物量 全國看物量增加26.4% 有 微幅成長 但是臺北有高 最重要是看高雄 看物量一倍 網路看物量高雄增加108.7% 代表說大家對於穩定 整個政局穩定之後 就是說想去買房 想去看高雄的房子 好 我們在分析高雄裡面 有幾個戰區 第一個包括鳳山 農使六 美術館 我們先來看鳳山 鳳山有一個七七重劃區 160坪小土地 不大也有14家投資人競標 能夠蓋什麼東西 就14家去競標 另外還有 另外有兩個地方 叫做它旁邊的中都重劃區 大概各有800坪跟400坪的土地 可是你知道嗎 抑價率 底價超出抑價率上出來 大概是25%到50%之間 就是50塊而已 他花到75塊買就對了 75塊 然後每一組大概都是西營 大概就是都是一二十組人 然後這一坪的土地 大概已經可以 土地標售 大概一坪土地 就大概超過100萬以上 所以有時候買東西 也是一個勤勞 對不對 韓國瑜上來 那土地有長不一樣嗎 沒有 對不對 但是那個心靈 氏氣感覺 氣氛不一樣 我們就統計說 因為土地是建築的成本 所以2018年土地的標售 高雄土地是104.9億 創下五年來的新高 新高 我意思說大家選舉是1 1 2 4 可是看起來 未來的土地標售還是很熱 好 我們另外看一下在高雄 如果依照土地的標售之後 要開始建造 大概前10月今年1到10月裡面 建造量10萬戶 天下嚇死人了 增加年增1.5倍 創4年來新高 所以他土地標售金額最高 另外一個建造也最高 表示說有土地 土地要去蓋 可是蓋完之後 你發覺信有的還有一些漁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整個大型大的分析 高雄大概空屋 空屋就是什麼 賣房子之後 包括蓋完的 包括空屋 二手屋什麼 反正是10萬戶 新建的 新蓋的 比如說一年之內的 大概漁屋之內1萬戶 所以這裡面就有問題了 空屋加漁屋加起來 11萬戶 這裡面就會進入什麼 消耗原來的存貨 之後就進入價格戰 所以在高雄買房子 先不要擠 先不要擠 那最近在農殖 跟美術館T區是屬於豪宅區 豪宅區這些人資產不影響 所以這些人的 賣的 買的房子 基本上不能作為 全市的一個標準 所以九合一大選之後 你看韓國瑜 候選人跟當選人 他就是不一樣的氣氛 對不對 講話也不一樣 所以九合一之後 房市有什麼變化 對韓國瑜期待的 他房價不降價 他反而有約列的 把他調高一點售價 有這樣的人 但是我發現網路上 調降的其實比調漲的還多 為什麼調降 因為好不容易判出這樣 一起買氣出來以後 他馬上 趕脫手 趕脫手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你看台中這個小民女中 這間房子 1億3800萬 選後立刻降為1億1800萬 你看像這樣的房子 他為什麼選後 台中也不錯 拚經濟應該會好 為什麼他要降價 重的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知道 重的很精明 有買氣 趁現在出脫 像這種總價的房子 過去怎麼賣得掉 賣掉了嗎 沒有 他現在先開價降低 我們在談就是說像這樣的屋主 反而在現在占了一大部分 為什麼 因為他很精明 他知道說現在有人會來判 會來判 我們就賺給他 他才能夠出場 你看像這個 你查實價登錄 他不是最近成交的 所以他取得成本其實相對不高 如果現在能出 是不是現金落貸為安 對 但是我想 還很多人跑去看一些 學區的這種套房 經常在網路上 或實際上被問到 學區套房能不能買 我們來看到這個三個 不同的地區的三個大學 你要說一下中華大學在哪裡 中華大學在新竹香山 休平科技大學在台中的大理 然後高院科大在高雄的陸竹 我們看看這個 這三所大學 我們不是說他這三所大學不好 我們是平均兩個數字 第一個 他的租金報酬率是在下降中的 第二個是他今年的學生是縮減的 你看 這兩個相成之後 你發現中華大學今年少了1000多人 投資學區搞不好要很小心 因為那個人口出生率是一直在下降的 所以那個大學生一定是越來越 就是說那個人數 而且他會越來越集中 所以先看一下 這個學生少了1031個人 他的對租屋的需求就立刻少了 立刻他的租房少 這個少了700多 這少了1200多 所以這個要先看對不對 對 先看這個 然後再看看現在他現有的這個套房出租 過去的去年的租金跟今年的租金 相差之後 又下降了4% 4.1%還5% 兩個相成之後 這樣的房子 如果這幾個大學 你覺得不錯的產品出現的時候 去選擇要特別小心 這樣子的能不能接 你要仔細考慮 對 不過有時候買房子也是蠻考驗人性的 尤其是有一種風水老師 你明明住得好好的 他說不行 你要住那個比較爛的房子 而且真的住得爛的房子 真的事業就比較好 真的好討厭 買到好便宜的房子 跟買到很好運的房子 是兩件事情 這是重點 嫁得出去不重要 要嫁得對 好嗎 對 基本上 我講這個觀眾有意思 講得好 我們時常 我時常打開報紙看 就是看那個 建商的廣告是不是零利 六日特別多 禮拜五 那代表他還是有買氣的 那其次有沒有 以流年來看的話 你要買到便宜房子是你的運氣 但是你要在新的一年當中 我必須告訴大家 2020年跟2022年 這兩年以密理角度來看的話 都是房地產一片看好的 不是漲 至少不會跌下去 2020年跟2022年 感謝你給我們一些信心 因為我不敢講太專業的東西 太英心化科 跳過去好不好 太英代表房地產的意思 好像是2020 2020跟2022 會好 會好 一定好 而且整個來看的話 好恐怖 昨天才去問了一個普瓜 他說要一年十個月 差不多 真的 我就是跟你講的 對 好恐怖 13個月後 他說要一年十個月之後 會好一波 對 真的會好 13個月後剛好遇到總統大選 他講選舉完了 總統大選完之後 對 真的 有看到有賺到 都不講 不要來問 這一個是漢人的傳承 十年天干的轉換 是這樣子看的 那本身來說 今年的股災全球 包括中國大陸都很嚴重 股災還沒有停 到明年的四月以前有沒有 股災還是會呈現一個危機 甚至於掉個九千點八千點 都一定的 可是到了年底要選舉的時候 政府包括執政者 不會讓他太難看 這時候正好也是 明年股票看好的一個時機 所以明年 明年暑假以後 是股票看好 房地產看好的一個契機 那其次買房子要有個技巧性 明年買到最好的房子 應該是接近在金融機構 銀行附近的人 如果你是從事軍警檢的話 買那附近的房子適合你 也可以買到好的房子 如果你想賺 這很容易 因為台灣到處都買銀行 對 可是有的是 當話最有名的不是肉碗 是銀行 不是 有的會接近廟宇 有的會接近學校 有的接近商業區 有的接近銀行 軍警 是不是 軍警檢的話 我會接近 軍警檢掉 最好買在那種 不 熱鬧的地方 熱鬧的地方 有銀行的地方 銀行是屬於生意人 會增加他的財氣的提升 如果單身想脫離 單身痛苦的話 會住在公家機關附近 什麼政公所什麼之類的 都很加分 這是留年來看的 OK 好 那所以要買在 生意人要買在金融機構 今年只有朱年 朱年可以這樣參考 單身男女要買在什麼 靠近公家機關 某個公家機關拿的附近 都是非常加分 所以自己的運氣提升很高 你說什麼時 什麼景氣都有 都有人這個很拽 這種時候能夠有人買都不錯 對不對 有人不賣 而且不要賣給AIT 不是ATT AIT AIT是像美國人 美國在台協會 台灣有一個人就是不賣 我們看他是誰 國瑜大會 國瑜大會 敢跟美國人說不 厲害 人家真正是自由自在 先講這個建案叫天母自在 就這一棟 這一棟完全是地主自賤自受 所以當時發生什麼事情 你知道AIT不是搬到內湖去嗎 然後他的那些員工 要有地方住 你知道AIT處長 我都沒記錯 好像住地保 可是整個搬過去之後 自然他們要有自己的高標準 高安規的地方住 所以他們就說 來這個找重量量行 跟他溢價說 我可不可以用12億把你整棟買下來 那聽起來很棒對不對 一個quick cash 馬上來了 現金拿就走 但這個中信地主自己講的 他說等等 但是AIT要求很多很囉嗦的東西 第一個要合併 因為他某些人要住100坪 有些要住65坪 所以他各樓層要趕 第一個他覺得麻煩 第二個AIT還要求 就是AIT按照我的需求改好 對 要改好 第二個 你知道AIT當初那整個內湖的建案 你是包商 你必須要通過美國的security check 所以他要求說 來 我要在各房間 整個大樓裡面 簽保密加密的網路線 而且用的人要經過我何可 地主一想 Begin 我有的是錢 我不缺這個錢 我不賣你 除非你每瓶要加到一瓶110萬 後來AIT算一算 好 的確太貴 他就去買了隔壁的另外一棟 所以這個宿舍進駐之後 的確造成附近的人覺得 AIT認為這邊安全不會被攻擊 而且搞不好還有底下警衛 誰知道是哪一棟 我告訴你 為什麼他的AIT 是在內湖 宿舍選在貼幕 因為美國學校在貼幕 你這樣一講我才了解 所以他的員工宿舍 還有這些小孩 就是會比較方便 另外一個地主 就是一口氣夠長 你就能夠真正賺到 這在台中後火車站那邊 有個叫郭法田 你先跟我講這口氣要多長 這口氣要到二三十年以上 這個氣要長到 你就買買買 收收收 然後不在乎 你知道他那個時候 買後火車站的時候 後火車站那個路又斷 然後前後又不接 然後沒有人要買 你知道他整個收收收收到快收完了 人家問郭法田說 那你這個到底要買到什麼時候 你看他買飯店舊透天 平常全買 只要那一區有人賣他就買 然後最重要是問他 他說這口氣有多長 我要等到後站商圈 完全開發我才賣 你想像一下這個都市 這已經不是都市計畫的等級 這是整個前後站的流通的規模 他等到前後站只要打通 入通 也就是他想要等鐵路地下化 整個鐵路地下化只要過了 所有的氣都通了 他才要開始賣 這個大概我覺得二三十年搞不好 還不夠 可能要四五十年 我告訴你這算什麼 這才一代人的氣 真正地主是三代人的氣 對不對 這個東區那邊有個 靈性的家族是非常神秘 我覺得他資產不會比 宏太的林玉玲少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叫做林氏基 他是十五代 從乾隆時間十五代來到台灣 後來在漫漫的時候 他們就在清出明朝的時候 清明清出在民國就是到什麼 到華西街擺地攤 然後漫漫擺 因為華西街有鬥蟹的事情 就說牌竟然跑到潑鑫 叫皮鑫 皮鑫就是我們現在什麼 明耀百貨公司後面 他們就來一個 這個家族就在那邊落居了 然後在落居的時候 漫漫就因為店面越來越多 就開始戶籍買 買戶籍的土地全部買 各位 他你看 他買的那盒東區還是稻田 來 我告訴你 他的地是範圍在哪裡 你就知道那有多恐怖 我們跟著走好嗎 來 最北市民大道 最南新一路四段 最左 然後復興南路到延吉街 這可是丹皇中的丹皇 對 過去都是農地 那都是我的 過去都是農地 現在已經有一個家族裡面掌握 雖然那是十五代 叫林士基 也就是你看 明耀後面有一個叫做宮廟 有沒有 叫做宗池林三聖宮廳 那個就是他們林家的祖宗 第十五代來說 為了紀念 通常從西區移到這裡來 現在這個宮廟還在 那你剛剛提到那個範圍有多大 就是延吉街 整個的進化地區 丹皇中的丹皇 總共180甲 180甲概念是多少 一甲等於接近一公頃 大概54萬坪 那附近裡面 各位這裡面54萬坪 有多少商業圈 好 我告訴你 我們只看土地 他賣給誰 國泰 富邦 全部他的土地 全部賣給國泰富邦 國泰富邦不是搶他們的土地 現在富邦金融大樓 國泰富邦路四段 那是野廚 那就是林家的廚 好 李仁通商大樓 忠孝東路跟那個所謂東外南路 那一家隔間 現在是Niko租了那一家 我講葉老大非常知道 那一棟也是他們的 好 還有一棟 新光安和路這個部分 東外南路的成品大樓 也是蔡家跟他買的 你說他土地多少 土地很多 所以各位你如果經過忠孝東路 你想說 奇怪怎麼那麼多店面的閒置 不趕快租出去 一個月少賺多少錢 他不在乎 他根本不在乎租居 還有更神秘的 他們家剛剛那個 宗旨林三聖的宮廟 那個地點叫做什麼 浮水蓮花穴 早期清延 乾隆到現在有四個 就是一鳥 二關刀 三蛇 四蓮花 他們家就是古代裡面的 俗業裡面叫做浮水蓮花穴 是寶地 好 富邦蔡民中非常了解 這幾塊地的重點 富邦後來大部分 就是全部去收購他的土地 現在都是因為他們分三房 所以大概現在都是大房在掌握 我有時候從那邊轉過去 不知道東區粉園 那也為什麼 或是鐘錶店什麼地方 我跟你講你腳下所走過的任何地方 金華地區 全部他們家的土地 所以這個家族坦白講也算是很厲害 十五代還沒有賣光 沒有 對不對 表示是這個是可能有點祖傳家訓 延續的一個邏輯這樣子 對 所以問一下 還有沒有別的比較勵志的故事 因為咱們錢 我們祖先乾隆的時候在幹嘛 也不知道 這回去追溯也沒這個意義 傻也沒留 不怪他們 不怪他們 太久了 一口氣沒有辦法從乾隆傳到現在 我可以傳個幾年前的一個事情 這個是我在之前在天母服務一個客戶 其實我跟他不熟 但是有一次他因為他跟我買房子 然後我就服務他 通常這種人他國中畢業而已 國中畢業都台義 先生 先生 很客氣 你想說你買個兩千多萬的房子 這麼客氣幹什麼 那大家有一個機會到他家裡去做 一做下來 這個水果切很好 你看他們沒讀什麼書 他太太也很樸實 但是有個庸人 切出來的水果整整齊齊 來 這個我自己的水果你用用用 因為我吃素 我的經紀人 是有吃那個 他說那個某某人 你要吃一個鮪魚嗎 我去世人不吃過鮪魚 鮪魚你知道嗎 然後就切出來吃 鮪魚大腹 然後切出來以後 鮪魚大腹 大腹 那一口是300塊 因為是鮪魚的肚子這邊的 我想說怎麼這麼好 好 回過台 後來他買到房子以後 帶我去看一塊地 那塊地兩千多坪 然後太太跟我聊起他怎麼來 他國中畢業 就在雲林果菜市場 在撿那個爪子 撿一撿因為很困難 有一天車要載到台北的果菜市場 沒有小弟 叫他到30天 好 他就起來了 那後來就經常信的 就幫忙就載貨到台北的果菜市場 然後載了幾年以後 有時候會幫人家推水果 有沒有 推推推推 認識那個攤商 這個阿伯老了 沒有去做 說年輕人你要做嗎 我這裡這檔給你做 你知道你要在果菜市場 生一攤 那麼容易 那個已經確保你是怎麼賺錢的 結果他這樣有了一攤 然後在台北娶了老婆 娶了老婆以後 老婆幫他顧攤 生小孩 他老婆跟我談過那一段 他說其實我們也是這樣 甘苦起來 甘苦 甘苦 我說你們都買那塊茶多少錢 7億 所以沒有人告訴我們 不讀書會賺不到錢 要努力 要定人疼 要滾力 要有機會要把握 要省 結果呢 而且對人很好客 你去他家 我們是一個小小的東西 他對你如同上賓一樣 所以呢 後來 他說就有一次機會 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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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問說 有這塊要買你 有要買嗎 好 我們就去看 他就知道我們有錢 所以他就說 很好啦 我們就買那時候92年 SARS 都沒有人要買 全台都沒有人要買 他就買起來也怕怕 現在放到這尊 葉先生 現在那超多少錢 隨便一上一瓶就快兩百萬 兩千多片兩百萬 快四十億了 告訴我們就這麼有錢的人 還是這麼低調 不張揚 對不對 好 這台灣現在仇富心態太嚴重 有錢人還是低調一點 好 對不對 法拉利要放好 OK 那麼接下來要告訴各位 有人是靠整地 對不對 這也是一個厲害 通常要整地 坦白講 你恐怕要黑白兩道都要有 不是我們一般能做到的 所以聽聽這個 我們做不到的故事 帶我回來 國瑜大會 好 趕快回到現場 要講的是這個整地高手 對不對 對 要講一個整地高手 他的名字叫洪以晏 為什麼要講到他 是因為台中明年要開了一個 叫萬豐酒店 他是萬豪集團旗下的 那麼要講到這個萬豐酒店 就會講到他的老闆叫洪以晏 為什麼要講到他 因為這位老闆洪以晏 他本來是在幕後做土地 整合的一個土地開發商 可是他整到就是看到有一塊地 對於這塊地 他實在覺得太棒了 這塊地兩面凌路 尤其是他夾在哪裡 夾在台中工業區 然後台中科學園區 然後跟台中新市鎮 三方的中間的地帶 又兩面凌路 那麼這個土地他覺得 不自己開發太可惜了 我都是幫別人開發跟整合土地 但是這一塊我自己留著 可以當船家寶 這個土地有多少地主 這個土地大概有五個以上的地主 好 五個地主 那就真的很困難了 對 432坪的土地 有五個以上的地主 這個要整合起來 當然需要花很多的功夫 他花了多久 他花了好幾年 八年的時間去做整合 他有講他過去30年的經驗 是不是都在整合土地 他有說過在整合土地 難是難在說 第一 你要知道這些地主怎麼樣 他講得很好玩 他說他有沒有小三 有沒有私生子 有沒有真產的事情 你要比一般的婆婆媽媽 更清楚這些地主的八卦 第二個是你要長跑他們家裡 長跑家裡 你跟他拌惱 才會知道這些東西 第三個是 你要能夠整合他們之間的利益 讓他知道說 怎樣賺得到錢跟賺不到錢 所以他跑這幾個地主也是一樣 跑了一圈 這些地主才發現說 雖然我們各自都有一塊土地 但是如果各自為政的話 根本開發不了 所以這些人後來都把土地賣給他 讓他把他的土地把它整合起來 整合起來就形成 我們現在講 他會變成台中一個新的 萬豪酒店旗下的萬豐酒店 然後有趣的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他說這個地方 其實一開始他跟萬豪酒店 談的時候 通常我們只有一面